毒蛇在高浓度白酒里浸泡一年还能复活 2001年在一个风和日历下午 一位广西村民抓了一条眼镜蛇 将其放入家里闲置的酒当中 并倒入高浓度白酒浸泡蛇酒 然而浸泡蛇酒刚满一年 他就迫不及待打开酒瓶 准备尝尝蛇酒的味道 并看看有没有药效 结果却因此葬送了自己的生命 因为当他打开酒瓶 往里吵的时候 瓶中眼镜蛇突然睁开眼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迅速窜出瓶口 将村民咬伤 村民也因此丧命 其实被蛇酒里的毒蛇咬伤并不罕见 并且时有发生 不过大多数人比较幸运 被毒蛇咬伤后获得了及时救治 从而捡回了性命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毒蛇在白酒里浸泡一年还没死呢 我们都知道 一般用来浸泡毒蛇的白酒 酒精浓度都是很高的 在高酒精的环境下 再强壮的毒蛇也很快会因此缺氧 或者脱水而死亡 为什么上面所说到的毒蛇 在白酒里浸泡了一年还能复活 并且窜出瓶口 置人于死地呢 接下来我们就去分析一下 其实毒蛇并不是复活 而是压根没死 我们都知道 浸泡蛇酒 很多人都是采用活蛇浸泡的 将其放入白酒之中 再加入相应的药材浸泡 使有效成分渗出 但是蛇类不同于其他动物 蛇类是变温动物 而变温动物有一个生存优势 那就是不需要消耗能量来维持体温 如此一来 它们不需要过分的依赖能量 每年只需要吃少量食物就能存活 就拿在我国大连射的黑莓附射来说 它们每年只需要不食一两只候鸟 就能生存下来 拥有极强的耐饥恶能力 其他毒蛇亦是如此 而且一旦进入恶劣的环境中 它们会启动保护机制 通过冬眠来度过艰难的日子 即使不吃不喝也能存活许久 大连射倒的黑莓附射 它们既能下眠也能冬眠 有长达半年的时间 不吃不喝也不会饿死 所以当毒蛇进入酒瓶时 它们可能会因为缺氧等恶劣环境 而进入休眠期 在休眠期 毒蛇也像黑莓附射一样 即使不吃不喝也能顺利存活下来 不需要过分依赖食物 因此当劲爆蛇酒的酒瓶密封不言 有空气进入的情况下 毒蛇能在里面存活很久 一旦瓶盖再次打开时 酒瓶中的缺氧状态就会被打破 此时感知到外界变化的蛇 可能就会从休眠中苏醒 在野外的毒蛇一般不会攻击人类 还会在看到人类之后逃之夭夭 但是酒瓶中的毒蛇不同 如果它一睁开眼 就看到有一个人面前晃动 就会感到威胁 从而迅速出击 做出攻击人类的行为 当然了 除了这个 如果白酒的酒精浓度不够高 也很难杀死毒蛇 所以在短期内打开酒瓶 有被毒蛇咬上的风险 由此可见 酿制毒蛇酒存在一定风险 但如果处理不好 那将会是致命酒 最后的结果 就是有命浸泡 没命享用 得不偿失 所以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不要喝蛇酒了 你觉得呢